一诺发文引类目 他跟Gamini才是梦之队最大赢家 前者唯一射手双FMVP 后者成为五冠王 韩金亮拉满 小胖一番话让狼队汗流加倍 一诺无有一计可买下小胖 伴随着KPL梦之队成功夺冠 每个人身上就又多了一种荣誉 千诚也总算是拥有了第一个冠军 不过最大赢家还是一诺跟Gamini 前者拿到第二个射手FMVP 也是唯一一个拥有FMVP的射手 赛后更是发文我们是冠军引类目 就连朱亨都十分赞同一诺霸气的发言 不难看出一诺越发成熟了 并且处处都充满了自信 只能说职业选手都很需要冠军 唯有如此操作才会越来越自信 像海队啊还有这个一诺的发言 上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尤其一诺那里就是 希望全世界的各个战队来挑战我们 我相信这样的挑战 是会让全部的赛区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然后Gamini也是赢麻了 没想到他的五冠梦会在沙特实现 就像解说所言 上一次Gamini执教还是2017年 当时他还在QG当教练 如今QG已经被收购改名为狼队 首发五人组也早已误视人非 Gamini自然也就没有回去的想法 这一次能和Fly再次携手夺冠 趴在他身上哭了也正常 梦之对成功圆了他的梦 这把如果说要去做布局的话 像关羽大司命和公孙黎都是那种 都是那种能够帮中开的英雄 看到Gamini教练脸上的表情 这两个人之前在赛场上碰面 当时汉匪应该还是Dio的选手 没错 然后Gamini教练是QG的教练 哇这个画面要追溯到2017年了 惊喜是何年啊 没有想到五年之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最后就是小胖一番话让狼队汗流加倍 他直言跟其他四位队友好兄弟一辈子 加上宜诺之前邀请过小胖来 AG腰刀又是因为被老林开解要转会 那么小胖有一天真决定要离开狼队的话 他们就真要崩了 虽然中意不比小胖差多少 但是AG只要没有拿到夏季赛冠军 首发阵容就有可能会变 买小胖就像是一选代班 削弱的都是狼队的实力 这一次来到EWC来到沙特来到利亚德 对于你个人的性格 小胖你觉得有任何的变化吗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变化 我已经和我那个房间剩下四个人 在我心中他们已经是和我好兄弟一辈子了 总的来说 伊诺能拿到FMVP 自然是因为他决赛的发挥很完美 第一局要不是他力挽狂澜的话 孟之队估计要被喷弹 至于Gamini成为五冠教练 也是凭本事拿到的 他的VP让海外队伍难以招架 只能想办法抢走小胖的大私命 而小胖作为狼队的主心骨 要是他也离开的话 狼队就要崩盘了 大家觉得呢